他说李罗夫妻逼他承认霸凌 而孩子的母亲觉得儿子被恐吓而提告 检方最后基因当时在场的老师 还有其他家长的证词 认定李罗夫妻没有恐吓意图 不予起诉 一人李罗常在电视剧电影中饰演黑到老大 那股气魄浑然天成 演技备受肯定 他更代46届金钟奖 勇夺最佳男配角 不过去年5月 因为小孩在学校疑似被同学霸凌 他和妻子熊佳洁到学校了解状况 请疑似欺负他孩子的学生 回家请父母到学校解决问题 结果孩子回家告诉爸妈 例如夫妻逼他承认霸凌 孩子母亲认为儿子被恐吓而提告 对于今天那个新闻 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 因为要保护学校保护小朋友 对此李罗相当低调 表示这是一个乌龙 据了解当天在场的老师 及其他家长出庭表示 当时李罗讲话声音大 可能因此吓到小孩 检方最后认定李罗夫妻 没有恐吓意图不予起诉 那很高兴很高兴还我清白 对其他的那个媒体为说 都不多说了 李罗相当感谢检方还他清白 也不需要影响无辜的小孩 事实上李罗夫妻 对一对儿女疼爱有加 尤其李罗还曾经因为处罚女儿 自己反倒心疼落泪 没想到这次会因为孩子的问题 操控恐吓 看来大哥级的李罗 未来应该会受恋点霸气 讲话小声点吧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